画面上可以看到一辆休旅车四轮朝天 车头全烂板金凹陷 地面上满是掉路物品以及玻璃碎片 昨天晚间十点多警方货报 系纸区坑宁街往系纸方向 有休旅车打滑失控 直接撞上山壁翻覆 没想到赶到现场却都没发现任何人 巡线通知五名少年回到现场 五人借有手脚擦伤 据了解十五岁的少年向有人借车 在四名未成年有人外出 疑似因为前方计程车紧急刹车 才失控撞上山壁 由于未成年无照驾驶 才行驶逃离现场 上年工程当时时数只有6070公里 经酒厕确认五酒驾 详细的肇事原因 仍在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